藉由我們可能去年奧運之後的一些力量 然後讓更多人認識羽球 愛上羽球 我覺得李楊真的是一個很溫暖的隊友 他就是一直鼓勵 心靈雞湯灌下去 我在掌上唯一的目標就是挑殺 就是挑殺 精神杯對我來講就是從小爸爸 跟我炫耀的一個比賽 我覺得把他打得很好 有一年17歲的那一年 他願意跟我配打雙打 剛好那一年很有幸的配爸爸然後拿到冠軍 他這個明星家庭組的比賽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就是可以家長跟小孩子一起比賽 可以有一個互動 然後可以增進家人之間的感情 精神杯同舞 小時候就有參加過一兩次來參加慶子組 然後跟大家同樂 我是第一次參加精神杯 難得是有這個機會 我覺得就是打球開心最重要 二十幾年前吧 那個時候我跟爸爸還有哥哥跟爸爸 就是都有參加就是父子檔 其實柏涵跟柏翔都在小學的時候 我就親自帶著他們兩個打 父子檔或母子檔 有時候打到最後母子的冠軍賽 或是父子的冠軍賽 其實有時候都要靠兒子他們來打 去年有跟爸爸配 那今年有跟哥哥配到 現在再一次參加也覺得還蠻新鮮的 拒絕當最後一名 我們要打敗吳一輪 加油 青城杯 青城杯是小時候 我有跟媽媽一起參加過母子組 我跟妹妹很常會來看 爸爸跟媽媽參加夫妻組 參加青城杯最容易吵架的比賽 就是打夫妻組 然後老婆一天到晚就在指揮 我怎麼打怎麼打 所以說這個讓我記憶非常深刻 我小學一年級暑假開始打球 然後也是跟著爸爸媽媽還有哥哥 看很多比賽 也看了好多屆的青城杯 所以對我來說青城杯是 從我遺祖就社會遺祖開始打 打到現在變成明星家庭組 青城杯更促進全民參與羽球運動的一個 業餘比賽 我覺得真的是 對於我們羽球的發展非常重要 藉由我們可能去年奧運之後的一些力量 然後讓更多人認識羽球 愛上羽球對我們來講是非常開心 然後也是我們很榮幸的一件事情 今年的話 我是比較期待跟李昂他們家庭 再對打一次 在去年四十九屆的時候 我跟我爸爸最後是輸給他們 想說再試試看 看我爸爸有沒有進步啦 應該是退步啦 李昂我今年一定要殺爆你 因為打三十一分 我都是一個人跟著柏涵一直打了三十一分 其實下半場我已經體力不支了 所以這次我打前十六分 後面十五分的話 有哥哥帶打的話 其實會好很多 我想這樣會更有競爭力 李昂他們那個後十五分是全國冠軍組合 要靠哥哥啦 我們上一次的明星親子組呢 其實連決賽都沒有進 但是上一次只有打親子組 沒有打兄弟組 很高興這次拿了金牌 是因為前面輸的部分 媽媽輸的部分呢 後半場兩位兒子都幫我追回來了 覺得今天表現還不錯 也覺得跟妹妹啊跟爸爸 他們很久違的可以在場上運動到 然後重新燃起他們對羽毛球的那種熱愛 參加這個比賽我其實很緊張 我剛剛在準備比賽的時候 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場上會表現什麼樣子 好像有跌倒 但是也有爬往一顆 所以好壞個 對好壞個音 我覺得辦這個比賽 可以讓我們台灣的年輕的小朋友 會有更多的選手來參與這個活動 祝清晨碑五十週年生日快樂 祝清晨碑五十週年生日快樂 我覺得今天博函表現有九十分 我大概只有75分 因為我覺得我有點那個 後面中間有一段亂掉了 所以就發球變得沒有發得很好這樣子 然後很謝謝就是 你都在cover我這樣子 對於這個隊友表現怎麼樣 我覺得我給他100分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李懿哥今天真的是太拚了 所以我覺得 有精神就是100分 那我有進步嗎 有啊 肯定有啦 那個穩定度 這一次很開心可以來參加清晨杯 因為我算是 就是認識與球比較晚 大概打了兩年而已 這一次是跟博安他們這些國手搭 然後在好朋友騎琴這一隊 那希望啦 給自己期許啦 就是今年好好的練球 明年可以來報個 清晨杯的什麼比賽 就是有業餘的這種比賽 然後希望下次是可以 報名選手的身份來打球這樣 我跟紫瑞其實是第一次搭打打羽球 我覺得雖然我們沒有一起打過球 但至少我們認識很久 彼此還是有默契在 結果打得怎麼樣 打得很棒啊 我第一次看你打 真的嗎 對啊 他第一次看我打 出乎意料 很緊張 其實我因為第一次打31分 所以有點壓力 而且對手博涵都打不死啊 所以我們就一人只好一直跑 第一次打31分的 31分真的好累好累喔 但是還好紫瑞今天一直做我的 強力的後盾一直背我 所以讓我可以打得比較沒有後顧之憂 我第一次參加清晨杯 他50周年對不對 我第一次參加 讓我印象最深刻就是 不管什麼組別 贏球輸球 大家是命帶微笑的 大家是用開心很健康的心態來打球 不管各個年齡層 不管什麼關係 在球場上一起打球 感受到清晨杯的魅力跟氣氛 其實我被分配到跟亮澤一起打 因為亮澤算是我們這個羽球隊裡面的深化人 好嗎 所以我遇到他 我就已經抱著必死的決心了 不知道鴻林選手覺得小弟打得怎麼樣 打得很不錯啊 因為我也是 第一次就是在場上遇到你 其實打得還不錯 會被你殺球嚇到 這麼有力啊 好幾顆都很有力 不管有沒有進來 但是要嚇嚇人 要嚇唬一下對手 在場上這樣一整場打下來 我覺得把整個壓力都釋放 然後把平常教練所教的 所學到的這個羽球的技巧 都發揮在球場上 我覺得滿有成就感的 希望下次還有機會 對 非常謝謝嘉賓 我想嘉賓也幫助我非常多 因為他就跟我說 你就手好一邊就好 其他都交給我 所以對我來說 還算是滿輕鬆的事情 有時候會習慣看戲 我覺得啦 在台上有時候 你們打得太精采 回球來來去去的時候 我會習慣看戲 我覺得哲哥今天有點厲害 然後今天事務真的很少 然後今天事務真的很少 真的還好有大道 有練習 球這東西真的還是要有默契 對 然後還知道說 怎麼可以幫助哲哥補位 怎麼讓他發揮他的優勢 像他今天殺球殺了滿多顆的 然後覺得很棒 蠻過癮的 對 對 我在場上唯一的目標 就是挑殺 就是挑殺 本來在這麼久沒有賽到賽場上 突然間再重回賽場上 我自己就給自己一個目標 就是 我要贏 我不要輸 對對對 至少這麼簡單的運動精神也是要抓到 對 也是非常感謝精神輩給我這個機會 重新找回 我的運動精神 哈哈哈哈 所以下次有沒有想要挑戰什麼 更厲害的組別 看看吧 我覺得還有什麼組啊 親子組好了 欸可以 孤女組 對對我小朋友來 他們也蠻喜歡打的 自己不強沒關係 可以配讓小朋友強一點 對 沒有啦 我覺得給我的小孩一個比賽的機會 讓我們一起成長 請問你我今天表現得如何 綠姐今天太強了 今天超水準 真的嗎 所有這往前球一直一直對 一直連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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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殺死金牌兩顆 對對對 我今天回去一定要喝金牌 殺死金牌兩顆 我就說我很想要把榮耀停在那一刻 24比26的時候 我們是26的那一剎那 那一剎那 那一剎那我們就可以跪地 就可以做出行為的動作 對啊 好可惜 很可惜 很感謝琴今天背我 老實說 我跟月姐其實是沒什麼碰到球 有啦 你們是對打中 然後打給我們 我們幫你補 然後之後你們又對打 我覺得李洋真的是一很溫暖的隊友 他就會一直說 沒關係沒關係 你現在先傳一下 你現在先傳一下 好很好我覺得很好 沒關係沒事沒事 下一球穩住穩住穩住 他就是一直鼓勵 我們不要想著累 心靈驚他灌下去 對 我覺得你有被灌到 所以你後面發揮真的很棒 穩定的軍心 因為其實我眼角余光默默看到 我老公站在遠處 我瞬間壓力爆棚 想說不行 這個打回去 下次他不准來 終於比完了 好累喔 太棒了 我第一次打31分耶 真的假的 第一次 我覺得這次我們的藝人朋友 真的很幸運 有這個機會可以 一起來參加 清晨輩50週年這個紀念賽 然後今天算是一個表演賽嘛 然後我們其實都 跟很多厲害的選手 一起打球 我覺得真的是 辛苦所有的選手們 認真的上了一課 原來在場上 你知道台下 台下十年功 台上真的就一分鐘而已 這跟我們平常工作不一樣 上場前是不是很刺激 上場前我在旁邊 真的等到心跳 我覺得我每分鐘心跳 應該都有120、130耶 我們比賽前都是這樣 我們比賽前都是這樣 感謝清晨輩 感謝月姊 謝謝謝謝 我們之後會更努力的 大家 相信我下一次 我就要幫你們擊垮 李陽 下次我要再殺你第三球 殺你第三球 明年如果清晨輩 跟你一起組OK嗎 可以啊 我們還是會贏 清晨輩 大成功很喜歡很棒 一起打球一起身體健康 一起打球一起身體健康 在這邊祝清晨輩50周年 生日快樂 清晨輩我們明年見